MING PAO CANADA 就是阿倫一心 阿倫一心 早晨 早晨 大家好 是的 今早才提起你 究竟服了牌回來 但是又過了 因為現在6月7日 之前你有浪潑 那是否已經沒有用 還有如果拿了那些朋友 現在又怎麼辦 是否應該怎樣去部署 還有是否很罕見 這件事 這件事當然很罕見 因為他停牌 還要橫跨了結算的時間 那我相信其實不是 特意跨越結算時間 因為始終那個 衍生工具的市場 相對比證股的大茶飯 那個金矮沙渠 一旦很遠 所以我相信不是特意的 但是這裡其實挺好的一個案例 去講一下整個操作 或者交收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先前他在5月18日 出報告的時候 5月中的時候 他由110元左右 掉到100元 我記得上來 我講過 其實我做的那些Long Put 其實都是一些是價外的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和現在很相似 即是每逢它的股價 發起上來動的時候 通常你做一些Option 你有沒有看到 就算它有報價也好 它價內 其實In the money 那些報價 是闊過紅海 闊過西翠的 是變成很難做一些 In the money 的一些行使價 所以我不是在它跌穿 100元那一刻 其實我是做一些 95元的Long Put 即月的 即是當時的5月的Long Put 我本身有心做那個Option 我都沒有特意去選 究竟是 是不是特意是一個 輕微價外的情況 是因為我沒有得選 因為價內的肩膚 沒有得選 但是它進入了價內 我其實就跳起一腳 因為當時在講 Option Put 我成本是3.6 3.7左右 我記得之後 是呀是呀 你做節目的時候 那個日 這個 水星彈了一點點 去賺90多元 我就說大家 如果有得選 是呀是呀 那一天應該是90多元的 你有沒有記錯 沒有記錯 我還問你 咦 這樣都put 夠膽put 你說是呀 是呀是呀 是呀 但是那一天已經選不到95元 你的行使價 因為就算它那天 是彈到92 3左右 那我叫大家 就試一下 一格 就是92.5元 做一個行使價 這樣做一個浪潑 就是跟我那個是差一格的 但是anyway 到最後它都變成價內 就是入了價 然後講到一個人 有10元的內在值 本身也是跳起一腳 等值壺的 但是這次呢 就發覺 咦 原來就算有內在值 有suppose 有壺食 都可以吃不到 因為你看一下 那它進了這個價內 去到八十多元 那它停牌 那港交所呢 就會是那個規定 就是說 你逢到你的期權 無論是longing shot 都好 總之你進入了價內 超過1.5%呢 它就一定要強制行使的 強制行使 那這個本身的機制 其實是ok的 就是正常 有一些做long的 做完之後 它進了價內 其實它怎樣都會行使的 只不過是小松手續 它會自動幫你去做 因為你進了價內 你沒有理由不行使的 是錢的嘛 那個contract ok 強制行使 但問題是 這次它強制行使 怎樣去決定 你進入隔內呢 它就是參考 停牌之前那個的價錢 就是82元那個價錢 由於我那個是95元 我上次說那個是92.5元 結果它一定是隔內的 一定是會行使的 但是它因為行使 它又不是有證股 又是馬上給你去trade 所以它就等於是 勘強制行使你 你如果有一個long put 在的時候 勘強要你在那個 那個行使價 沽了股票出去 但是大部分人做long put 都不會有證股的嘛 那你唯有就是 要在市場上 補回證股給證券行 那這裡才是問題 因為你看看 今天開市的時候 講的是90元以上 是九字頭的 而之前停牌的時候 是八十多元的 那就是說你硬吃了 那一下 你本身那個期權金的內袖 那些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那件事了 而你確實做的那個動作 就是用那個行使價 沽了股票 例如我那個95元的 浪普這樣計 我就是等於用95元 沽了股票 我要賣這股票 給回證券行 那我就很幸運一點的 因為我是95元 行使價 所以開市的時候 剛剛水晶開市的時候 是九十個多 還沒去到91 最初開市的位 我馬上就馬上買了 那由於我的行使價 減回我的成本 我成本三個六三個七 左右 我剛剛好是打和 加少少少少利用 就是吃飯都不夠 但是起碼叫做打和 哈哈哈哈 但是我本身有十幾元內在值 沒有了 其實我是沒有了利用 我損失了一些利用 剛才說那些人說 那些人說 應該是有的 是不是很冤枉的大部分 是冤枉的 冤枉 就是冤枉的 如果大家可能不記得 我是說我看八十元的一個目標價 那時候只差兩元而已 那如果是九十二個半那些 其實都是這個行使價是沽的 但是那個情況就會是少少少了 因為你那時候的成本 其實起碼都是三四元的 但是它九十元開始 你的內在值只有兩個半 那通常起碼都虧過領的 那這個就不幸運了 因為它真是踩正這個位置開始 那如果你不買回貨給它 它一會再夾上去 你隨時虧得更金 所以這些情況是一定 不要管了 就是平了一個倉就算了 不會再想了 真是看淡的話 然後再用回一月的工具 去做淡倉 做什麼啊 做好倉 總之無論如何 你將之前那個月的那個期權 怎樣都要閉上去 然後再想 就當是新的一個 去做 去看待 那你今天會不會再理過去 就是再尖手 還是算了 就是不要再搞了 這樣 其實我對它 就不是真的完全的 就是放棄 放棄 不是完全放棄 我不是說這麼樂觀 但是我沒有看得那麼樂觀 我沒有看得那麼樂觀 但是我都要觀察一下 現在那個市場是否真的有機會 給它做的 如果說回期權金 我就形容副業 什麼叫做寬個紅海 給你聽 那它現在六月份 即即即月份的那個 那個put 那在說行水價95 它的beatass 是離譜 我以為自己看錯 嗯 我以為自己剛起床 還沒抓走眼屎 就是看錯 但是我看真的 是真的沒有看錯 它的beat是4.6 ass是45.01 是 這個是行水價95 就是一個是4.6 一個是45元 嗯 行水價97.5 它的beat是4.7 是 它的ass是56 是離譜 好啊 那這些擺明是亂來的 因為你排那麼高 你的asset浪量那麼高 就算真的有人那麼傻 就用market 立了你的盤 即是跟你做一個50多元 價格期權金的lawn put 也好 其實港交所可以有一個機制 去取消那個期權的交易 它會說你挫價得很重要 因為如果用這個價錢去計 那個IV 說幾百個percent 是千萬更不可能發生的 千萬更不可能 所以做不到 就是你用內在值的lawn put 它不開價給你 你倉價的時候 現在是逃走了 其實這些傢伙 一直沒有什麼作價的 那個期權 但是如果你看回 稍微是價外一點點的 現在的現價應該價5元 現價價5元 那92.5的lawn put 就是輕微價外 輕微價外兩個半左右 那講它的beatass 就是清算很多 beatass是3.82和4元 那就是正常一個期權的beatass 那這個就可以做到 但是就這樣看期權金 雖然它的beatass 不是很闊 就是正常的beatass 但是其實期權金都很貴 所以我就覺得 暫時看就一般了 暫時看的機會一般 雖然我對它不是說看好 但是真的不能下手 因為期權金已經反映了我 就是了 那直接是這樣的話 就不要做事了 等更好的機會 更好的位置才出收 OK 好了 即是對這個2018有一個很精心的部署 我希望大家聽得懂 可能剪回精算給大家聽 但是市場呢 你有沒有任何的動作 還是只是focus 2018 還是好像很難想 過一段時間才再想呢 其實呢 我看市場也挺好的 不過呢 因為我上個星期 我已經做了一些浪潑 其實我現在 我認為 現在這個市場 如果做 就是看市場 看行市 做一些行市的option 你會發覺 其實你做Long 就是很難下手 做Shot也很難下手 那其實你想想一下 那些crap 那些spread 那些也是開來的 所以其實剩下的 真的可以開的 反而是那些 只做Long 就是這樣做Long 那些 那你看看IV 隱身波幅這麼低 其實做Long 都是唯一一個 可以選擇的選擇 就是你用排除法去想 你做Shot也很難Shot的了 你Shot call 它一會兒夾上去 你會被人夾爆 做Shot put 因為它現在升了那麼多 它不斷要賠少少 你又已經罵了 所以做任何Shot side 你很難做 那做Long的話 我又不認為現在是做Long put 因為它說跌的話 我又不覺得 真的跌得去哪裡 反而我上個星期 就做了一個Long call 但是錢金都升了 因為我上個星期 我正在做的 我還行使價2萬6的 2萬6 就是提頭數 比較容易計算 我給的期限金 說的是90-100點左右 但是現在已經升到 200多了 期限金 我覺得還未完 我覺得還可以升多少少 但是現在的市 就不需要升5-600點 才有什麼明顯賺的 不斷升200點 期限金已經很敏感 所以這個是現在的好處 期限金相對是敏感一點的 好啊 講得都很清楚 有人問你 如果我沒有足夠的錢 去買2018的股份 去settle 它的Long put 那怎麼辦 就算好啊 哈哈 所以不夠錢的問題 都幫不了 如果是這樣 就是努力上班 其實 其實因為香港 就進行這個 T加2的制度 老老老實實 你買股之後 是理論上 你可以不用馬上賺錢的 但是你其實 憑這個 就是Long put 所產生的一個 的倉位 其實equivalent 等於補回你本身 在Long put 行使價 你只要賣股的錢 和你買證股的錢 中間的差價 所以你不用真的 買那隻證股 其實你夠錢 補回那些差價 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虧錢的話 但是如果你 還有些錢賺的 你就照顧 只不過少了 還有你之前 你來的房子 OK 這些求救急門 有人問你 推介什麼書 我當然建議你 買歐元一心的 旗權書 有幾冊 但是我看到 他說是入門書 你又看 你又看 你又看紙答 真的 你看入門書 又看金曹那本 歐元一心 第二輯 那個是深一點的 第一輯都OK 如果我入門 就看金曹 這樣 就醒了你 張永發 好 多謝一人一心 我想市場上 沒什麼人 好像你看得這麼細心 2018 整個部署 我幫你剪回正船 記得分享 好 謝謝一人一心 再見 他只顧著看2018 今早還沒回公司 所以就不能做市長 所以就做著電話 稅升科技最新 現在是95元的位置 剛才有人求救 799 幫我們看看 IGG 因為我想大家現在都擔心 Muddy Waters 究竟出哪一個報告 尤其是股價爆了幾倍 所以我經常提到1478 我不是針對它 是因為它在低位升了不少 所以你有肉吃的都是選擇一些 在低位 因為IGG是三個多 爆上12元 有空間 有肉 有貨 讓它拿 做沽空對象是容易的 加上近來 北水沒有那麼活躍 之前就是北水三寶 IGG 周黑鴨1458 和1357 我想1357 那些北水輸死了 那些北水 所以在這方面 他們現在這三寶 就有點阻滯 799 我自己就 脫了那一陣 7個多 沒有買到 就已經算了 799 是高危股 我覺得風險是大的 你自己定下指洩位 會比較好些 除非你一會 點多鐘和我鬥禁F5 看看Muddy Waters 究竟是沽空哪一間 走勢就不漂亮 圖表 如果下一個底 就是10.2 那個位 上次的底 其實是5月24日做出來的 自己看著這個位 如果穿了 但因為它很古怪 即日可能穿了穿之後 又彈上來 所以我為何不選這隻 這隻的原因 即是輸錢容易 賺錢難 這隻 自己想過風險為立 既然你闖到799 都是大膽之背 有3個多 升上來10個多 除非你是很低位渣 如果不是 高位渣就會比較危 一些 好 接著先看看 剛才回答了 200 現價可不可以 我就不會現價買 新豪 因為 又是升了這麼多 不如你六月尾才買 六月二十多日 即是炒澳門股的時候 才撐 不要在高位那裏折貨 剛才我看到 今天有50個人問我問題 但只有18個分享 所以不寫分享那些 不用想 所以我現在抽出來回答 1415 這個在YouTube的朋友 他說他兩個半買了 你收了息 雖然不是很多 但也有一點 兩個半買 那位電子 那位電子